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学习了关于拜公的条件 现在我们学习拜公的要素 首先对于有能力的人要力战拜公 入拜时念 الله أكبر 念开端章 每一拜都要念开端章 无论是敬念的拜公 还是出生音念的拜公 都必须要念开端章 鞠躬 端章的鞠躬 用七块骨头着地那样的正确的扣头 扣头之后的起身 两扣头之间的坐 而且这些礼拜的要素 要按照顺序进行 要安定安宁的礼拜 念词要认真的念 不要急于快的非常急躁的礼拜 急躁的礼拜是不允许的 末座的坐 就是坐的动作 以及赞颂先知的祝福词 以及出败的salam 现在我们还要学习 关于坏败的一些事项 在讲述坏败的事项之前 我们先讲五个方面的内容 要知道关于一些动作 要知道安拉所禁止的一些动作 受厌恶的动作 允许的动作 可佳的动作 以及著名的动作 首先我们解释一下 也就是安拉所禁止的 绝对不能做的动作 左顾右盼是不允许的 以及笑 吃喝 在礼拜的时候都不允许 再讲一下受厌恶的 在礼拜当中受厌恶的动作 在礼拜时 这个无故的做一些 没有必要的一些动作 就是眼睛随便的稍微的偏斜 偏斜一些 都是受证悟的 然后再讲一下允许的动作 允许的动作 就是在礼拜的时候 有一些需要的时候 比如礼拜时忘了关手机了 手机一响 马上把它关掉 这就是有必要的 有需要的 或者有一个舱到脸上来了 落到鼻子上等 或者怎么样 要把它轰走 这是可以的 再讲一下 关于可嘉的动作 这些动作都是 促使我们礼拜全美的一些动作 还有礼拜当中 必须要做的动作 全美已经讲过 这些必须要做的动作 如果你没有做 那么拜公就不成立了 比如我们在礼拜时发现帽子上有脏东西了 那必须要把帽子脱掉拿开 这就是必须要做的动作 现在讲一下坏败的 具体讲一下坏败的事项 首先要讲 故意的说礼拜之外的 没有与礼拜无关的言辞 所以故意的就是心知肚明的 这并不是无故 这个无意识的遗忘 如果因为遗忘 忘记而说了 或者因为无知 而说了 或者是纠正 在念词当中的错误 那么他的拜公是正确的 其他那些无意的言辞 故意说的 那么他如果说了 那么他的拜公是无效的 第二项就是关于一些 这个很多的无意的动作 很多的无意的动作 而且是连续的 连续不断的 别人以至于别人看到 好像你都没礼拜 不是礼拜一样 而这个毫无必要的 做这些动作 比如一个人在礼拜 他把自己的手机拿出来 打开手机 看看手机里的内容 或者这个回忆一些短信 让这种情况 别人看 看上去根本就不是礼拜的状态 比如吃饭 喝水 喝水 笑 或者是把羞体裸露出来了 坏了大小径了 必须要去做好大小径 这些都是坏败的事项 阿拉之之 阿拉之之 祈求阿拉赐福安于我们的先知 穆罕默德 阿拉之之 祝个庞 哇亚 哇亚 那么 有跟我